预计在今年8月中旬将可以对外开放使用的林口中北公园 其实整体改建非常有特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座公园就是利用原本制洪池的地形 打造成为像是生态观察池的这样的造型部分 而且还有无障碍坡道等等的设计 而区公所要这样的用心 只希望让这座公园更兼具所谓友善及共荣性的特色 8月期间公共建设不停歇 林口区公所在冥想路接近中华路这里的中北公园 将原本失事的制洪池地形利用池水的特性加以改建 打造成生态观察池并种植水生植物 池公园除了保有原先调节水量的功能 也增添了一处自然生态教育环境 中北公园它是位在冥想路接近中华路的这一个路段 那它是一个就是原本就是一个湿式的一个制洪池 那我们利用这个池子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来做了一个生态观察池 那种了一些这个就是水生植物 来让这个家长可以带着我们的小朋友来做一个生物的观察 郑书文课长表示公园内的座椅也新增了扶手 方便民众休憩起身时的辅助 另外还设置了波浪型攀爬架以及无障碍坡道 使公园更具友善及公容性 座椅呢也加了一些扶手 那也方便我们的一个长辈来做一个休憩的时候 起身的一个就是辅助 那还有一个就是波浪型的一个攀爬架 以及我们的一个无障碍的坡道 让我们的这个公共的一个设施 它更具有这个友善性跟一个共荣性 目前公园内的改建已经完工 预计八月中旬将可以开放使用 领口公所团队的用心也让当地的生活环境 更加添了美丽色彩 记者胡宇轩领口采访报道